看这个黑人有多嚣张 来一万富豪家里应聘 别人排队 他强行插队 还大摇大摆地拍出简历 要面试官直接签字 面试官懵了 还有这样的操作 富豪全身瘫痪 需要一个私人护理 问他有什么特长 他说他喜欢音乐 富豪只说了一句 没听过他说的歌手的名字 他就急眼了 这到底是谁来面试谁呀 他怒怼富豪不但不懂音乐 更没有幽默感 说正事赶紧签吧 我赶时间 原来他只是想来搞份面试证明 只有应聘被拒三次 他才可以领到失业金 富豪回怼他 除了失业金 你还有别的追求吗 有啊 说着他就朝富豪的美女助理 抛了个媚眼 有点意思 富豪故意不签 让他明天再来拿 他气氛又无可奈何 而你万万想不到 就这么两个阶层不同 又水火不容的一黑一白 却擦出了感动千万人的火花 这就是号称 法国电影天花版的 处不可及 没得过大响 但却戳中了全球观众的泪点 黑人小伙名叫德瑞斯 是个混居底层社会的 无业游民 因为抢劫珠宝店 刚刚蹲完了半年监狱 别看他在富豪面前 嚣张跋扈 回到家他就得变回原形 七八个弟弟妹妹 吵吵闹闹闹 他看不惯弟弟和黑帮私混 但他刚从牢里出来 能有什么话语权 一家十来口挤在一个小房子里 洗澡都不安生 半年来妈妈不知道 他去了哪里 现在他只带回了一颗彩色的蛋 妈妈非常失望 妈妈一怒之下把他扫地出门 其实蛋是他从富豪家里顺走的 而他和妈妈都不知道 那颗不起眼的蛋价值连城 无家可归 他只能来到街角和昔日的伙计相会 分吃最差的食物 聊最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夜越来越冷 大家一个个离开 只有他和另一个伙计无处可去 巴黎街头灯火璀璨 而总有人只能活在黑暗里 终于他熬到了天快亮 告别火鸡 穿过无人的街 坐第一班地铁 来到富豪的大门口 再次看到那个美女 他又变回猥琐的青年 这里宽敞豪华 卫生间都比他的家大 富豪正在做清晨疗养 他顺利拿到了签好字的文件 富豪问他 只靠救济生活不尴尬吗 敢来我这里做一份正式工作 当我的私人护理吗 他以为富豪开玩笑 富豪转而又调侃他 有什么不敢的 我连穷都不怕 他转头就跑进了豪华的卧室 这里属于他了 其实富豪用过很多专业的高级护工 但他无法从瘫痪的打击中走出 也早已厌烦了 人人都用同情弱者的眼光看他 怜悯他 相反 他正好看上了黑人小伙 毫不留情地怼他 甚至拿他的伤残开玩笑 但他并不知道 这个鬼火少年到底有多不靠谱 法国最有钱的富豪 却雇佣了最吊儿郎当的护工 护理培训课上他打瞌睡 医生让他把富豪抱到轮椅上 他差点让富豪摔个狗啃泥 洗澡时 他能把洗发水用来洗脚 把脚霜涂到头上 德瑞斯常年混迹社会 哪里干过伺候人的活 医生拿了一双 促进血液循环的长袜子 他懵了 但真穿起来 他的手法还算可以 袜子就忍了 竟然还有一双白色手套 原来是辅助方便用的 他简直要疯了 他不小心把开水 撒到富豪腿上 富豪却问他发生了什么 难道真的没有知觉 说着他就直接把开水 倒在富豪腿上 他给富豪喂饭 美女助理路过 他只顾着看美女 把饭戳到了眼睛上 富豪看书 他却只顾着玩手机 这种护工简直太不靠谱了 但一直被人呵护的富豪 却并不介意 他们要出门了 平时其他护工 都是把富豪连同轮椅 一起搬进后备箱 可德瑞斯认为 那样太不尊重人 于是他们就坐进了富豪的跑车里 德瑞斯第一次开豪车 惊喜万分 而富豪也获得了久违的刺激 久违到 让他习惯于邻居把车堵在家门口 但德瑞斯可惯不了臭毛病 战览馆的一幅画价值四万欧 富豪决定买下它 德瑞斯不懂什么高雅艺术 他只知道这是一摊喷在纸上的鼻血 富豪要吃他的巧克力 他竟然直接不给 一时间富豪无法接受这种玩笑 而他却乐得哈哈大笑 也许用最尖锐的方式揭露伤疤 反倒能让人接受的最坦然 德瑞斯非常享受这种豪华的生活 但他把房间搞得一团糟 惹得管家非常不满 而且还在他包里发现了鞭棍和匕首 朋友警告富豪 雇佣这种鲁莽暴力且有前科的护工非常危险 贫民窟里出来的人没有同情心 但富豪说 我要的就是没有同情心 他会经常忘记我是个残疾人 我不需要怜悯 我需要的是平等对待的尊重 至于他的过去 我并不在乎 而后来他也渐渐发现 德瑞斯并不像他表面上的那样粗满敷衍 一晚深夜 富豪突然呼吸急促 德瑞斯赶紧跑过来 用毛巾给他敷额头 指挥他控制呼吸 安抚他 那一刻 被病痛折磨的富豪 把德瑞斯当成了天使般的守护者 渐渐地他平静下来 一直坐在旁边守着 当他再次发作寒得透不过气时 德瑞斯果断地把他抱上轮椅推到外面 两人在灯光斑驳的河边徘徊 凌晨4点巴黎的新鲜空气 让富豪倍感舒服 这是他第一次体会到德瑞斯的责任和细心 看到午夜出行的女郎 两人不约而同地兴奋起来 原来他们也有共同的爱好 富豪又突感不适 德瑞斯点上一支烟 让他体验到无比的放松和自在 要知道 其他护工连烟味都不可能让他闻一下的 当然两人第一次促膝长谈 聊女人 聊身体 德瑞斯时不时开一句挖苦的玩笑 这让富豪抛去了所有心理包袱 尽情涂入这些年的苦水 妻子五次流产 他的妻子去玩花香彩散心 但有一次发生了不幸 妻子当场去世 而自己全身瘫痪 他走不出的不只是病痛 更是妻子的离开 德瑞斯第一次如此沉重 两人已经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基友 富豪笑着说 你的试用期通过了 富豪交了一个比友 聊了半年也不敢给对方打电话 德瑞斯知道后 强行拿起电话打过去 帮助他们捅破了纸窗户 从此两人聊得一发不可收拾 但新的问题出现了 比友提出交换照片 富豪担心对方嫌弃他是个残疾人 不敢用坐轮椅的照片 但德瑞斯认为 他应该坦诚相待 富豪表面上同意 背地里还是让管家 换成了他出事前的照片 而坐轮椅的照片 被阴差阳错地 放进了德瑞斯的简历里 富豪的生日快到了 德瑞斯自认为 受到了不少艺术熏陶 决定亲自给富豪 画一幅画当礼物 真别说 一个曾经的混混 认真搞起艺术来 还挺可爱 最后的成品有点像抽象派 大家一看是他画的 都不敢苟同 富豪把画介绍给朋友 甚至这是某隐士高人的杰作 要拿去伦敦参展 朋友认为这颗那张喷笔血的画 由异曲同工之妙 艺术品不容错过 于是狂花一万一千欧买下了它 富豪把卖画的钱交给了德瑞斯 这事够他吹三年的 他不知道有钱人 是不是真懂艺术 但他知道富豪有意帮他 一个来自平民窟的混混 竟然和一万富豪 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 他给富豪做护理早已得心应手 就连那双白手套也使用得相当丝滑 他把富豪逗得开开心心 带他走出了过去的阴霾 富豪给德瑞斯定做一套漂亮的西装 果然人靠衣装马靠安 德瑞斯带他的极地看日出 打雪仗 虽然雪球只是单向的 但快乐却是双向的 富豪的女儿在德瑞斯面前飞扬跋扈 德瑞斯认为不能惯着 于是富豪第一次批评了 他从不舍得管教的女儿 跑步时 富豪的轮椅跟不上德瑞斯的脚步 于是德瑞斯找到一家改装店 给他做了一套最大马力的动力装置 速高达30公里每小时 从此单车变摩托 富豪从没想过 坐轮椅也可以享受飞驰人生 这天富豪的女儿在闹情绪 男友跟别人好了 他哭得很伤心 德瑞斯表面上不想管他 但内心里早把他当成了亲妹妹 于是那个渣男差点挨揍 被德瑞斯吓破了胆 承诺每天都会给女孩送一个吐司面包 富豪的生日到了 德瑞斯为他精心打扮 但他却提不起一丝兴致 女管家每年给他筹备的宴会 他早就看腻了 又是一如既往的古典音乐 来演奏的都是一些名人大咖 这是富豪唯一喜欢的节目 但令他意外的是 德瑞斯不再像从前那样讨厌古典音乐 竟然能陪他玩猜取名的游戏 甚至还可以讲出每首音乐背后的故事 看来他真的被熏陶了 下个环节德瑞斯自告奋勇 直接用手机放起流行音乐 然后来一曲动感的舞蹈 原来他跳起舞来这么帅 看着年轻的活力 富豪心潮澎湃 不仅如此 德瑞斯还呼吁大家一起来 这是富豪过得最特别最棒的一次生日 夜晚德瑞斯又给他带来了更好的消息 比喻的照片寄来了 原来真人比声音还要美 比喻留言说要跟他见面 他们有戏了 德瑞斯特意把照片放在他床头 他看着照片满眼幸福 他的人生最缺的就是伴侣 可是他会不会介意残疾人呢 富豪要跟比喻见面 德瑞斯希望他有情人终成眷属 为他精心打扮 富豪和管家提前到达了约定的餐厅 可是越等越紧张 他很担心会失败 就在比喻赶来的前一刻 他决定放弃了 这是他想让德瑞斯陪他 在他们出门的瞬间 比喻出现了 只可惜擦肩而过 你想逃避 我就陪你一起逃 德瑞斯推着富豪登上了专机 他们来到当年他和妻子出事的地方 他想再体验一次高空飞翔的感觉 但德瑞斯恐高 为了好兄弟 他硬着头皮冒险 其实绝境能把生命置于危险的同时 也能让你收获绝美的风景 经历一次死亡 才能获得重生 但所有的陪伴都有终点 德瑞斯的弟弟在黑帮惹了麻烦 想来投靠哥哥 那晚德瑞斯第一次聊起了自己的身世 其实他不是母亲亲生的 而是从塞加那儿的一个贫苦家庭领养的 他本名叫巴加利 后来母亲有多次离婚生子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弟弟妹妹 没有男人 母亲一个人拉扯八九个孩子 到处打零工 每天早出晚归 德瑞斯从没做过让母亲骄傲的事 他很自责 富豪也明白 德瑞斯应该替母亲扛起责任了 临走前 他一直追不到的美女助理也过来道别 就连最开始讨厌他的管家 现在也很舍不得他 最难过的还是富豪 新的护工来了 每天穿着白大褂 所有的工作都例行程序 仿佛时刻提醒他是个废物 富豪无法再适应这些 他开始变得暴躁 堕落 满脸的胡子也不让刮 半夜他再次呼吸困难 护工不敢靠近他 只是问他要不要吃药 他气得更加难受 另一边德瑞斯发现了简历里的照片 才明白 富豪没有把坐轮椅的照片寄给比友 所以才不敢跟比友见面 于是他决定要做点什么 回到过去的圈子 他才发现 现在的他已经无法融入他们了 他帮助弟弟搞定了黑帮的事 然后依靠在富豪家里的经历和见识 顺利找到了一份正经工作 突然有一天 管家过来告诉他 富豪过得很不好 那一晚两兄弟久别重逢 德瑞斯还像以前那样调侃富豪 富豪静静地看着他说话 自己终于把他盼来了 德瑞斯又一次开上了那辆马鲨 他们行驶在黑夜的街道上 突然猛打一把方向 他要来一场刺激的飞车游戏 超过一辆辆汽车 穿过一条条街道 富豪信任而又充满期待 接着警车追过来 德瑞斯说 赌一百欧 我能甩掉警车 很不幸 他们很快被警车前后包抄 德瑞斯又说 再加两百欧 我赌他们不但不抓我们 还要为我们开路 他下车后告诉警察 老板犯了重病 他要带老板去急救 警察看到后备箱的轮椅 以及正在口吐白沫的富豪 他们信了 于是警察真的为他们开路 富豪的演技堪称一绝 两人伴着音乐嗨到不行 似乎德瑞斯带着富豪穿过平原 越过湿地 终于他们到达了海边 望着辽阔的大海 看着忠心的朋友 富豪终于放下了内心的包袱 这脸胡子该刮了 德瑞斯在他脸上玩起了花样 先是这样的 再是这样的 最后又搞成了希特勒的模样 两个大男人乐得像小孩 但相聚总是短暂的 他们在餐厅挑了靠窗的位置 德瑞斯把那颗偷来的蛋还给他 那是富豪妻子生前送的礼物 现在物归原主 德瑞斯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走了 要问谁 怎么把我丢下了 德瑞斯跑到窗外还在坏笑 富豪有点着急了 知道 一位漂亮优雅的女士走过来 原来德瑞斯偷偷帮他 安排了一场美妙的约会 原来比友也从没嫌弃过他的残疾 德瑞斯笑着向富豪告别 有人跟他相伴一生 他可以放心地离开了 富豪的幸福来得如此突然 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有一个好兄弟 德瑞斯 这部电影还原自真实的人物事件 一个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孤儿 和一个身体残缺的富豪的奇妙故事 唯一不同的是 故事的原型护工是个白人 导演故意让黑人来演 如此拉大差距 更能触动观众 德瑞斯总是用常人的眼光对待富豪 时不时开一些不轻不重的玩笑来刺激他 让他几乎忘记了自己的残疾 因为伤疤接得多了 就不疼了 富豪也把德瑞斯从一个叛逆社会的青年 感化成了一个富有善良和责任感的男子汉 两人相互治愈 相互拯救 让我们明白 尊重与陪伴 胜过一切同情和怜悯